本节目由贴身八婆奥黛丽为你吃瓜播报,创造101自从成团后,火箭少女们也以全新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,虽然这个美少女团自从成团后争议不断,但是团内的小姐姐们个个都是性格很好的姑娘,她们也一直团结一致, 想要携手共创美好未来,也算不负粉丝们对她们的托付,不过大家也知道这个团内的成员有不少,一共是11个漂亮姐姐,要一一都顾到肯定很难,其实在之前子宁就遭遇了一件公司差别对待的事情,之前团内小姐姐们录制新单曲,火箭少女官博就发了一条11个小姐姐录制单曲的单人照, 结果九宁格上十个小姐姐都有单人照,就子宁的照片像是抓拍的一张,还是跟另外两个成员一起入镜的,对此,子宁小姐姐的单人粉就十分不满,毕竟这个差别对待还是有点明显的, 但是之后又有人晒出了火箭少女的行程表,行程表一出来,很多小姐姐的单人粉也耐不住,要闹翻篇了,毕竟在这份行程表中,虽然全员的出场率确实很高,但活动都是重复的, 而在团内只有这三位小姐姐有特别行程,她们分别是杨超越、孟美琪、吴轩宜,特别是孟美琪还有单独演讲,也是很酷了, 对此很多网友一眼就看出了经济公司,明显是打算力捧杨超越、吴轩宜、孟美琪这三人的, 所以有人说那其他的人不是都成了炮灰,毕竟吴轩宜她们参加的开学第一课的热度还是很高的, 杨超越三人作为团内第一二三名出道的选手,热度知名度都是要高一些,所以公司力捧也很正常, 而其他小姐姐如果没有单人活动,那在曝光这方面,肯定是没有前三个小姐姐那样好的, 毕竟团体出席活动的时候,虽然热度高,但是个人展示比较不明显,除了粉丝注意到外, 路人一般是很难注意到,从而去关注名气大的了,所以没有单人活动的小姐姐自己也要加把劲, 相信她们每个人都能做最好的自己,好了,这一期的节目就八怪到这里了,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你们喜爱的明星,哦,说不定小编看到就给你搭一搭,嘻嘻嘻嘻,喜欢就赶快订阅吧。